好,那我現在手上拿的是iPhone四代 那我要介紹的是白色的這一款 那白色跟黑色的差別呢,其實只要一眼就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白色是比較漂亮,也比較典雅的 那四代,現在雖然4S快出來了 不過四代也支援iOS 5 那這個是一個很不錯的升級 那首先呢,就先從白色的來介紹一下 iOS 5部分呢,可以用在四代的話 主要一樣是iCloud的 它是可以雲端儲存你的一些資訊 那這些資訊呢,就是一些常用資訊 包括像是郵件啊,新事例,提醒事項這些 那你儲存到你的,在雲端上儲存之後呢 如果你同時又有iPad的話 它就會利用WiFi,然後直接下載到你的其他裝置 你就不需要再接線透過iTunes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很方便的 然後當然也包括就是儲存於備份啊 這也是很方便的 那但是它只有5GB的 5GB?對,5GB的容量 所以當然不可能整支全部都備份上去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,也是跟同步有關的 就是這個iTunes Wi-Fi同步 也是一樣就是以往都是要接線或什麼 但是如果你今天就是你直接就是開WiFi的話 那你就只要在充電的同時 它就可以透過WiFi 將你的手機跟電腦做同步 那這是iOS 5的兩個很重要的新功能 也是同時可以用在iPhone 4上面的 但是妳可以用來的 不是同時可以用來的 但是終於講解都ange 妳要跟我對巴是很無限的 妳也沒看過 聲音